而台湾其实是全球最大的面膜王国 以去年来说的话好了销售高达两亿片 大约有四座台北101这么高 到底该如何在竞争激烈当中被消费者注意到呢 现在有业者推出了全亚洲第一间艺术面膜 结合智慧互动的店面 到底该怎么做呢 我们带你一块来体验 买面膜也能很科技化 结合苹果最新智慧电视技术 体验互动式购物 进到店面拿起手机感应 立刻跳出闯关游戏 规定30秒内摇晃手机99下 目的不单纯好玩而已 还要告诉消费者 面膜制作过程 精华液清过充分混合 我们的产品现在就已经快要有100种了 所以它在逛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连花缭乱 那它这个时候确实是需要有人做一个导引 或是向导的 所以我们就开发了一个这样的新的 结合最新的科技去做了这样的APP 透过游戏 扎身消费者印象 面膜款式也和一般很不一样 把手机对着原住民风格的包装 面含成分 有小米酒 主要的话是跟台湾的文创设计 超话家等等的去做合作 那包括像史丹利 或者是萨比娜等等的 还有黑子 都是台湾现在一线二线 很棒的超话家 艺术面膜再加上智慧互动 全亚洲第一座另类面膜概念店 在西门冰登场 创新方式预告未来的消费模式 知新闻综合报道 这里面膜柯部门